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他们把它给用都市进化变更为商业用地 为了让这个商业用地可以达到鉴壁率 所以他们把这个光复路 本来是13米很厚的道路 为了这个鉴壁率 所以他们扩到了18米 增加了5米的宽度 所以这叫铃铛团团呢 他们就要室舍四个角落的居民 我们要提出两个重要的违法市政 也就是我们的政府在进行屏东铁路高架化 还有屏东火车站附近6.2公顷土地的通盘检讨变更当中 充满了违法的一个事项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站在这个地方 要跟监察院 还有国家人权委员会 要紧急的举发 台电局现在它只是国有土地的管理机关 它不是一个所有者 所以它无权来进行国有土地的移转跟处分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那什么时候有一个破口 也就是我们都市更新条例 第46条有规定 如果公有土地参与都市更新事业计划的话 那就可以来移转 也就是台电局的土地 依法必须在有合法的都市更新事业计划的情况之下 它才能够移转 但是目前在平州火车站附近的6.2公顷 刚刚我们的理事长 李慧慈跟他报告的那么大的面积 土地都是台市台电局他在管理 但是他竟然有一部分的国有土地 百分之四十 6.2公顷当中的百分之四十 已经依反给平东县政府 这是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第二个违法的市政 在都市计划法第42条 都市计划法第42条 明白写下来 政府如果需要公共设施用地 应该优先使用自己的公有土地 但我们的平东县政府没有这么做 我们的台电局也没有这么做 我们的交通部更没有这么做 他把自己的公有土地公共设施用地 变更为商业区 而且是高容积 百分之四百趴 然后再来征收人民的土地 当公共设施用地 把住在区变更为公共设施用地 变更成道理用地 这是很不应该 各位朋友 这是非常自私自利的一个行为 分难于想象 我们政府为了自肥 我们政府为了自肥 竟然用这种方式 来抢劫人民的合法徒币 我已经六十几岁了 而且目前的父母也过世 然后也没有先生也没有小孩 就是单身一个 如果我失去了那一间店 那我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简直是把我逼向植物一条 我们辛苦努力赚起来的 当初我们在购买那个房子的时候 也是一切合法的 如今政府他用道路 交通流量很大 但是你知道吗 平东的人口 现在已经从二十几万降到十九万 十八万了 人口严重的减少 交通流量也严重的 也因为人口严重的减少 然后交通流量已经很畅通无阻了 他竟然用交通阻塞这个名义来扣通道路 请设计师规划 设计师的方便 设计师会用一个逃几千万人 那既然那么大的招标会用 为什么设计师没有办法 把我们多非的民政好好的安置呢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要抢夺这夺人的财产不是这样 因为除了我们有人权以外 我们在这个土地这个国家 我们也都有奉献 我们也就靠出我们的劳力 从前去做到现在 难道在我们松岛的时候 一满如此的强迫我们 陛下我们 我想想要不归路吗